9月23日蓬佩奧在聯大視頻講話中呼籲各國重拾72年前簽署的世界人權宣言共同標準 維護人類的基本權利 連日來蓬佩奧在不同場合對信仰和人權議題不斷作出表述 他指出人們不應迴避談論自己的信仰 應正是信仰在個體所扮演的社會和公眾角色中發揮的影響 同時他也反覆提出中共與信仰為敵給美國及全球帶來的威脅 蓬佩奧並公開呼籲梵蒂岡不要與中共續簽兩年前達成的主教任命協議 認為該協議讓中共變本加厲的迫害教徒並有損於梵蒂岡的道德權威 在周三的聯大發言中 蓬佩奧倡議各國回歸傳統價值觀 以勇氣和信念來維護人權 不可剝奪權力委員會是國務院2019年成立的一個顧問機構 該委員會的報告指出 美國應在其外交政策中大力捍衛人權 使之與美國的建國理念更緊密的契合 並堅持宗教自由是美國最基本的價值 美國的這一屆政府開始理直氣壯地 堅持美國人權和信仰自由的這個價值觀 而且將這種價值觀呢 作為美國外交政策推向世界 這有兩個結果 在美國國內 這將從根本上逆轉 美國過去幾十年 宗教信仰被排斥出公共領域 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進步主義思潮泛濫成災的這種情況 恢復美國的立國資本 在國際上 它能使美國再次成為 以價值觀為基礎的世界領袖 新唐人記者李蘭 紐約報導